那剛剛也有講到套話技巧 因為他們其實在那個求職平台上寫的是寫那樣子 但是他們真的需要的是你真的面試的時候那個為主 那在104上面求職網上面寫的資訊可能就寫了一套 那剛剛有講到套話技巧的部分 那我們在求職平台上面看到的資訊其實都不太準 我們在求職平台上面的資訊你可以當作參考 但是你面試官跟你講的一些細節 你要真的是超級仔細把它記下來 真的知道他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這就是套話技巧 你要在面試官跟你講的所有細節 當下馬上做出反應 你待會問的問題啊 你做的反應啊 全部都要符合他剛剛講的東西 你的offer 拿到offer的機會才會比較高 你如果跟他的 就是他們需要的天差地緣 可能他只是需要一個剪輯 但是你又是拍攝 然後你擅長的是攝影 然後你又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你根本 那在求職平台上面看到的資訊其實都 在求職平台上面的資訊你可以當作參考 但是你面試官告訴你的所有細節 你一定要仔細的把它記下來 當下你要靈機應變 直接套話套他剛剛說了什麼東西 如果他說我們只需要一個剪片的人 我們要企劃這樣子 但你如果講一大堆根本不相關 我會攝影啊 我會燈光 我會這裡去調整 我會去溝通 我會去幹嘛 那根本不是他要的東西 所以要套話技巧 如果他們需要這些東西 你就套他這些話 直接你就是打那個東西啦 你不用去瞄準 你不用用散彈槍亂射一通 你用狙擊槍去打他的那個點就好 你好好套他的話 他會開心很多 拿到offer機會也會高很多啦 我會當他而言 你用狙擊槍 necesit有一些佛 是為了 按摩